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179集 郁京风看了帝无牙一眼 着急得很 他视线一转 落到凤九儿身上 九儿小姐 你 你怎么知道王爷喜欢吃桃子呀 凤九儿拿着桃子 抬眸看着郁京风 同一时间 就连第五牙也白了郁京风一眼 郁京风深吸了一口气 很不自在地低下了头 凤九儿这才反应过来 身旁的人需要他的伺候 好吧 人家长得这么帅 还为了他连整个江山都不要了 他是该好好地伺候伺候人家 凤九儿放下桃子 拿起刚才还没有吃完的葡萄 摘下一颗 他很熟练地将葡萄皮剥下 给第五牙递上了葡萄肉 第五牙看着凤九儿 神色终于好看了些 凤九儿靠过去 将手中的葡萄肉 放进第五牙口中 他看着第五牙 粉唇轻抿了抿 问道 九皇说 你觉得玉京风最近 是不是特喜欢撒谎 凤九儿的话 差点没让玉京风噎死 他用力地 在自己心门上打了两下 才将卡在喉咙的果肉 咽了进去 九儿小姐 我没你如何欺骗我家九儿了 嗯 第五牙的话语 宠溺得很 在场的人 无一不为玉京风祈祷 谁让他 连他们家王妃都敢骗呢 玉京风一顺不顺地 看着凤九儿 别说反驳 就连话都不敢再说 凤九儿却不急不徐 再为了第五牙 一颗葡萄肉 九皇叔 你想吗 明明你喜欢的是葡萄 玉京风却说 你喜欢桃子 他不是骗人 就是没有调查清楚 还有 凤九儿故意停下来 又剥下了一颗葡萄 玉京风越来越紧张 紧张得连他手中香蕉 都直接被他将果肉挤了出来 可怜这根好好的香蕉 肉被挤出 掉在地上 谁不知道 只要九儿小姐 温柔地喊一声 九皇叔 他们的王爷 恐怕连天上星辰 都愿意为他摘下 玉京风想喊冤 他刚才说 王爷喜欢吃桃子 不也是迫不得已吗 要不然九儿小姐 怎么会想起来 王爷需要他伺候呢 可惜谁也知道 在王爷面前 九儿小姐的话 便是圣旨 没有对错之分 奉九儿的一句还有 让玉京风又紧张了不少 他递给第五牙 第三颗果肉 继续说道 还有 玉京风说 这儿的女子 一点地位也没有 我看也不是啊 九皇叔 刚才那些女子 还不是看着别人的男人 连眼都不眨一眨吗 他们亏是别人的男人 就是对自己男人不忠 那为何官府 不将他们都关起来呢 凤九儿摇摇头 收回落在 地无牙身上的目光 回头拿着葡萄串 我最讨厌 那些女子偷看 我的男人了 当然 也不喜欢说谎的人 凤九儿 手捏一颗葡萄 抬毛对上 玉京风的视线 玉京风 你说你真的没打听错吗 这儿对女子 真的如此不公平吗 还是说 你觉得我对九皇叔 不够温柔 故意这么说的 凤九儿的问题 将玉京风 这个七尺男儿 吓得一惊一乍 他好不容易 稳住气息 才敢看了 地无牙一眼 却不想 接受到的是 地无牙凌厉的目光 玉京风 立即收回视线 低垂脑袋 九儿小姐 这 打听事情之事 一向都是龙十一在负责 我也不过是如实并报 至于 有没有 要问龙十一才知晓 龙十一刚站起 给自己养了一碗汤 听见玉京风的话 他抬毛看了 玉京风一眼 再次落座 玉大人 你说的是什么事啊 我怎么没听明白你们啊 玉京风中咳了声 打断了龙十一的话 龙十一侧头 看着放九儿 轻醋了醋眉 微微含笑 对了 九儿小姐 都是我在打听消息的 不过 究竟是不是实实 我也不知道 怎么也是第一回上案 很多事情 都有带证实的 这么说 此国严重 男尊女卑的事情 还没有证实 是吗 放九儿 扫了玉京风一眼 轴声问道 喂 玉京风摇摇头 又点点头 再次摇摇头 还没 九儿小姐 要不 我现在就去 打听打听 不必了 凤九儿又给地乌鸦 喂了一颗葡萄肉 在海上漂泊这么久 大家都好好吃一顿 吃饱了 咱们就去找我爹爹 凤九儿站起 咬了一碗汤 回到地乌鸦身边 九皇叔 若是我不喜欢这儿 能不能让玉京风 再找一个 好一点的国度 我比较喜欢 男女平等的地方 好 地乌鸦 宠溺般 汗手回应 凤九儿嘴角 扬起了一抹 甜美的笑意 凑上去 给地乌鸦 喂了一勺汤 她回头 环视大家一眼 视线落到 玉京风身上 都吃吧 别浪费时间了 好 玉京风点点头 暗自松了一口气 她虽然还有些畏惧 但还是硬着头皮坐着 九儿小姐 从这儿过去 叶王爷的城 快马加鞭三天三夜 咱们是不是要给 叶王爷先烧个信 告诉他 您过来寻他 这个好消息啊 不需要 我要给我爹爹 一个惊喜 对了 这段时间 有我爹爹消息吗 玉京风看着 凤九儿 摇头道 暂时没有 九儿小姐之前 说要给 叶王爷一个惊喜 我就并没有提前 与兄弟们通信 不过 在咱们靠岸之前 我已经给咱们消息了 按计划 这个时候 会有兄弟 过来相迎的 好吧 都吃吧 吃饱了 咱们就出发 我已经有些 迫不及待的 想见到我爹爹了 谁 龙飞十二旗 异口同声地 汗首道 众人看着 凤九儿和 第五衙 如此亲密的模样 心情都十分愉悦 特别是 玉京风 只要王爷开心 阳光便灿烂 这是兄弟们 都十分清楚的 一个事实 大伙保持了一顿 带上果子和糕点 离开客栈 凤九儿和 刚才进客栈 的时候一般 一脸柔情地 挽着第五衙 从客栈里出来 众人刚来到大街上 只见一男子 坐在马背上 快速往这边过来 马儿还没有停下脚步 男子从上面下来 跪在 第五衙 和凤九儿跟前 王爷 不好了 叶王爷出事了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